民進黨總總參選人賴清德的民調 始終衝破破天花板 現在黨內也警戒起來 因為有一個網紅趨勢 讓他們很緊張 我們可以知道 這一回賴清德的競選口號 大喊是要挺台灣 甚至還打造出team Taiwan 這樣子的口號 但是目前為止看起來 好像沒有辦法激發太多年輕人的激情 而且他們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在YouTuber網紅的網路民調影片裡面 發現有大量挺科的留言 他們發現有一個中量級的YouTube頻道 在討論的主題跟政治一點都沒有關係 但是他們走上街頭街訪 發現很多的民眾都是挺科文哲的 那麼在6月的時候 也有將近20個YouTube制作了 大概50個以上的街頭民調 發現大部分都是挺科 當然也有部分是挺賴的 不過就是讓賴清德的團隊 現在可以說是警覺性很高 那麼要怎麼辦 才能拉回更多的年輕族群呢 因為年輕人的眼光 現在都沒有集中在賴清德 而且民調也沒有展現他的偽禁 所以現在就是他們擔心的地方 那麼民進黨推動自由派價值 很像近30年的美國民主黨內的內政路線 那麼他們說人權進步文化更多元 但是無法解決全球化造成的 這一些貧富差距的問題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跟人民 沒有辦法走到他們的心 那麼通常對執政黨最不滿的就是年輕人了 那麼現在民進黨又有執政包袱 所以相對來講對賴清德是比較不利的 如果看完這些政治新聞 還想了解更多消息 不妨掃一掃QR Code 幫你更新最新的政治資訊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